第761节 一只弩箭从驼城上斜斜的飞了下去 准确的钻进了这个吐步士兵的咽喉 他无力的挣扎两下 然后就扑倒在城下 战场上死一般的寂静 那头刚刚跨过壕沟的白毛牛 被一只粗大的羽箭射杀 这是最后的宣告 证明两军之间再也没有转环的余地 为死战而已 陆东赞亲眼看见那些唐人 又把火药埋进了泥土 那片用一千名勇士的性命 才开辟出来的道路 又恢复了他原来的模样 托 只要托到寒冬将领 自己将彻底的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云叶对此充满了信心 驼城是他亲手打造的战争戾气 他需要在这片未曾开化的土地上 展现自己最强大的力量 经过这场战争之后 大唐的战争模式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向着更加高效 快捷 方便的形式转化 将军的谋略不再是第一要素 只要有一个合格的幕僚群 手里的武器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 驼城就驻扎在山口上 吐蕃人和突厥人只能沿着蜿蜒的山路进行沟通 突师对陆东藏的指责毫不在意 他现在整天都在盘算 如何才能将突厥人的利益最大化 要知道 他的军队里还有好多的薛颜驼人 屠于魂人 以及昭武九姓的野人 战争只进行了一天 第二天 所有人好像都忘记了自己 还在打仗 驼城上在有条不紊的过日子 突厥人除了严密的监视云叶之外 就是在忙着整顿自己的军队 突师将所有的人手都混编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支大杂烩的军队 吐蕃人比较顽强 总是派出一小谷一小谷的骑兵 越过壕沟 按照白天观察的结果 想要慢慢的渗透进来 找到一切可实行的道路 云叶为了防止陆东藏的潜入 不得不在驼城周围 建了上百个堡垒 里面有五个军事固守 只要发现吐蕃人的骑兵过来了 就立刻用堡垒里的八牛弩攻击 这样的低烈度的接触了一段时间以后 大家各有死伤 陆东藏也就不再这样无谓的试探了 整个战场上彻底的平静了下来 昨夜的一场雨彻底的洗去了长安城 着人的暑气 一大早 新月带着追猫在前面走 后面跟着一整队的带着追猫的妇人 就沿着一条小径去了后山上的一座小庙 玄葬大师就是在这座不起眼的小庙里避暑修行 新月带着妇人们也不走进寺庙 就在寺庙外面的大地下铺上席子 每个人都一脸庄严的跟着寺庙里的诵经声 大声的吟诵 带着经书送完 一个清月的声音从小庙里传了出来 云星是 你心不静 念佛也不能让你烧祸安宁 郁闷之气只可疏导 不能拦截 否则 犹如烈火烹油 总有一日会将你焚悔 去吧 明日不必再来了 新月恭恭敬敬的拜谢了玄葬之后 就回到了云家 戒掉了自己的帽子 直接就问马上就要成亲的小鸭 玄葬大师这是怎么了 说好了 他翻译好大宝寄经之后 由云家来念第一遍的 因何无缘无故的 断掉云家的机缘呢 小鸭挠着脑门对新月说 脏事情 你要我一个闺女家家的 怎么好说出来 胡说八道 玄葬大师是出了名的高僧 怎么可能会有不雅之事发生 因为心思不在这上面 就是找了个由头说话罢了 见小鸭眉心的火焰门 有些模糊了 就拿过朱砂笔 重新给他点好 嫂嫂 我说了 您可不许骂我 出事的不是玄葬大师 是他的弟子汴姬 听说汴姬 以自己的肉身作为施舍 供奉天下女菩萨 尤其是她和三位公主有染 让皇家蒙羞 这一回娘娘可算是下了重手了 汴姬弃尸皆逃 丹阳 怀宁 长沙三位公主 被送进了改叶寺出嫁 这一生想要出来 那可就没希望了 听了小鸭的话 欣月皱皱眉头说 好好的僧人 怎么就卷进皇家的烂泥坑里了呢 现在倒好 连性命都保不住 不好好的在寺庙里一惊 跑去勾搭公主 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不是的 那个和尚已经成魔了 他说自己的身体就是道场 凡是亲近这具身体的人 不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会有福报 听得恶心 也不知道是传的原因还是本来就是如此 家里人都尽量的避开关于侯爷的话题 既然现在有了这么劲爆的话题 自然要痛痛快快的说下去 云木撅着嘴走了进来 给大娘和姑姑请了安 还没开口呢 就听新月说了 木儿 再忍一段时间 等你娘和爹爹回来了 你就能出门了 我只是想跟着哥哥去看看牡丹 听说今年有一株叫做紫玉麒麟 孩儿一向喜欢花卉 定然不会闯出什么祸事来的 云木接着向新月保证 嫂嫂 你就让小木跟着兽儿去 不会有什么事故的 这孩子平日里也是个安静的性子 却看看牡丹而已 不要太为难他们了 咱家还没到那种地步 新月点点头 算是答应了 见云木高兴的跑了出去 才对小鸭说 当然不至于 你哥哥不在 他把这个家交给了我 我总要看好才成啊 他们不在我面前晃悠 我就感觉这心里空落落的 不过没关系 过几天 你哥哥回来之后就好了 新月总是把爹爹回来这句话挂在嘴边 他知道自己的丈夫现在正在被几十万强大的敌人给包围住了 自己说话的这一会儿说不定正在苦战 郭孝克武功那么高 还不是全军覆没了 自己丈夫的那两下子 新月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昨夜做了一个噩梦 他对谁都没说 就在昨晚 自己的丈夫满身血污的来找自己 身子都快成筛子了 依然对着自己笑 说自己回来了 就是把身子弄了几个大洞 让自己给好好补补 云家现在四平八稳的 不管是外面的伙计 还是家里的管事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诺大的云家 现在不需要主家刻意的安排 也能够运转自如 大家族就该是这个样子 家族现在万事无忧 新月却发现夫君不见了 难道说这就是代价吗 云寿逐渐的长高长大了 过几年就该支撑起 诺大的云家了 新月知道夫君 非常讨厌管理家务事 如果能让他一天到晚的 吃的宝宝的 没事干就发呆 他就认为 是天底下最美的生活了 想到这里 新月就给自己暗暗打气 不会的 我的夫君定然会唱着歌 凯旋归来 想到这里 立刻就仰起了头 大声的呼唤管家老钱 今天的租子可以收了 不管如何 日子还要好好的过下去 到处都是征兵 庄子上的壮年人 几乎被抽掉光了 再这么下去 今年的收成就成大问题了 好在云家庄子人多地少 就算是没有庄老李 靠着妇孺老弱 也能把庄家收回来 别人家的庄子 那就西黄了 这程耀金家的也不例外 眼看着这粮食熟透了 这麦粒掉进农田里 也是无能为力 能收一点是一点吧 怎么这仗打得越来越大了 满世界都要援兵 难道说满世界的人 和其伙来欺负我们大唐 红服女哼了一声道 成家的 你还真说对了 就是全世界的人 在攻打我们 我家老爷说 这里有个名堂叫做 举世公堂 如果说我们打赢了这一仗 估计百年之内无战事 要是我们打败了这一仗 整个大唐就有四分五裂的危险呢 所以啊 现在身处军阵上的男人 我们是半点都不敢打搅他们 家里的事情 就要我们自己扛 云姐答 你好好想想 怎么样才能把庄家 收到仓库里去 少想点你家男人 我家老爷回信说 你男人呢 正在躺着包围圈里睡大觉呢 用不着我们多操心 秦琼这样的半残废 也被派到了雍州负责征兵 皇帝这一次是铁了心 要和世界开战了 妇人们很快就达成了协议 几家的仆役统一分配 被争了兵的人家的粮食呢 会优先收割 本着先农户 后主家的原则 几家人的土地上 就布满了老弱妇孺 贵妇人顶着蓝布帕 拎着篮子 不断的穿梭在天间 这个下收 明显是属于他们的季节 云寿作为家里的顶梁柱 自然不会懈怠 他现在呀 用最阴冷的目光 看着面前的这个胖子 这些年自己几乎将 皇城里面的顽固 打了一个遍 现在这个胖子 竟然敢去纠缠云木 真是不知死活 云寿打算先揍完 再说道理 你敢打我 岳王李元祥 不敢置信的摸摸自己的鼻子上流出来的鼻血 我爹说了 见了岳王 一定要先揍一顿 揍完了就赶紧跑 因为他一定会拿这件事当把柄要挟的 李元祥听完云寿的解释 从怀里掏出手帕 把自己的鼻孔堵上 嗡声嗡气的对云寿说 你爹不在 家里拿主意的该是你吧 有个事情必须和你商量一下 我已经联络了六位王子了 现在就看你云姐参不参加了 云姐不道反 云寿把脑袋摇得像波兰谷 李元祥一把揪住云寿的脖领子 将他提了起来 恶狠狠的说 这一套都是老子玩剩下的 再敢在我面前装傻就揍死你 告诉你 你的那两下子还不够看 无造反 我们就说发财的事情 哎你拿着 这是计划书 拿回去好好看看 不许给外人看啊 李元祥将厚厚的叶达子纸 塞进了云寿的怀里 云寿推脱不掉 看着满脸油光光的李元祥说 我就该听我爹的话 逗完你之后就赶紧跑 这才慢了一步 就被你给抓住利用了 先说好 计划书我不看 我会按照你的想法 把计划书拿给皇后娘娘看 如果娘娘不反对 不管这里面有多大的好处 我将拿一成 如果娘娘发怒 我会告诉她 是你骗我上去的 如何 李元祥一脸苦涩 喃喃自语道 现在这人都成了精了 以前那些善良又好骗的人 都哪去了呢 云寿见李元祥没有反对 就说明他同意了这个条件 带着贺兰再一次进了皇宫 李元祥热气的看着云寿的背影 不由自主的咬紧了牙关 成败再次一举 贺兰现在长成了妖精了 为了他 云寿没少和别人打架 为这事啊 李元祥足足有半个月 没有和云叶说过话 因为云寿还没有因为他 和别人打国家呢 长孙一直说 云家人呢 都有狗屎运 丑丫头能在一半年的功夫里 养成个大美女 现在那些混账行子 这都不好好上课了 最喜欢在下课之后 逗贺兰 都是半大的小崽子 还干不出什么有伤风化的事情 长孙对云寿 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喜欢 只要看到这脑袋圆圆 憨厚的云寿啊 他就高兴 今日闲来无事 在碧河亭那凉 听说云寿来了 就欢喜的 让宦官呢 把人带进来 小狐孙 再有半年 就能去书院读书了 是不是不打算来皇宫看我了 远远的看见云寿过来 长孙就笑眯眯的打去 不会的 俺爹说了 俺们全家 要紧紧的抱着娘娘的腿 不撒手 只有这样 才能有好日子过 云寿憨憨的回答 长孙大笑了起来 从井榻上爬起来 重重的在云寿的脑门上 点了一下说 你爹多少 还要点脸皮 这些话呀 打死他也说不出来 算是你这个小狐孙 逗奶奶开心的吧 云寿接过宫女 递过来的酸奶 小口的喝了起来 长孙的目光 落在了厚厚的一叠计划书上 随手翻阅了两下 对云寿说 李元祥怎么还是不死心 这一次将他升迁为月王 就是要他打消这个念头 一个装了许多年的笨蛋的家伙 一出手就要干这么大的事情 谁放心让他去胡闹啊 这样的大事 找不出一个能挑大娘的人 那可不成 长孙说着话 见云寿不断的偷看他 就没好气的说 你云家可不成 做多大的事情 就要承担多大的风险 就像你爹 现在为了检验驼城 身处重围 那是一个道理 你的年纪逐渐大了 奶奶我第一次见你爹爹的时候啊 他就你这么大 从牛进达的家里 冲了出来 冲撞了一架 再见他的时候啊 就看他瘦小的身子 穿着官服直晃荡 站在金鸾殿上胡说八道 只要想起见到你爹爹的那一天 奶奶我呀 就快活一天 哎 你没有你爹爹那股子灵性劲 虽说在孩子里面 已经算是出类巴脆的了 可是和你爹爹 还有清雀他们相比 还是有差距 不过这样也好 安安稳稳的过一生就好了 不要学李元祥他们 没有学会走路呢 就想要跑 万一真的出了事情 朝廷派兵去围剿你家 你让奶奶我如何自处啊 听了长孙的话 云寿二话不说 就把计划书扔到地上 狠狠的拿脚踩几下 对长孙说 不要了 虽说有一尘的肝骨 咱们不要了 我爹说了 活得平安喜乐 那就是福 长孙命侍女将计划书捡起来 放在自己的案底上说 事情没有对错之分 只有干错事情的人 李元祥他们在国内住够了 想要猎徒分王 南少 大漠 戈壁 新罗 百计 甚至窝国 不挑剪 想要把一个国家 当成一个商铐来经营 虽说有些异想天开 里面的一些说辞 还是很能打动人心的 故意的把计划书送到本宫这里 这些人呢 就是打算将这件原本需要在朝堂上 才能够确定的事情 弄成家事 既然是家事 我这个做大嫂的 难免会摆一点架子 事不关己 云寿采取的策略呢 自然是高高挂起 陪着长孙说了一会儿话 就出了两仪殿 贺兰一个人 正在拿着瓜子啊 豆河堂里的金礼的 既然长孙今天 没有说到上课的事情 云寿呢 就找来了鱼钩 开始钓鱼玩 至于守在宫门外面 不住吞咽口水的李元祥 是没有人会去关心的 大唐现在封王 但是呢 没有实际的封地了 你能用名义上的封地 库府里的钱梁 但是你绝对没有任何 加减赋税的权利 而库府里的钱梁 王爷们能动用的并不多 很多时候啊 还要看刺史的脸色 李元祥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人 他喜欢自己做主 越州现在很富庶 但是自由却在逐渐的失去 他做梦都想有一片 自己说了算的土地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份计划书 大唐注定会在这场战争里取得最后的胜利 李元祥丝毫不怀疑这一点 当所有人的目光盯在令人不安的战局上的时候 他已经在考虑自己能在这场大纷争里赚到多少 打开地图以后 再将敌人的名字全部遮盖住以后 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庞大无比的帝国疆域图 作为李氏子孙 他天然的认为 这片广阔的国土上必定会有自己的一小块 关中王这种事情 想都不敢想 随着目光逐渐的向外扩展 李元祥发现 还有好多的地方没有派人去治理 比如说云叶所在的北亭 诺大的一片地方 只有不足五万唐人 他认为这是极度不合理的 那里需要一位王爷去治理 或者说那里需要很多个王爷去治理 他不在乎那里是否贫瘠 是否会活得很艰难 他只想给自己保留一个能自由呼吸的空间 李二九九的一言不发 面前就放着那本计划书 当他第三遍浏览完了计划书 对长孙说 可以 不过呢 他的岳王爵位呢 会被割除 以后入京只能按照藩王力 每年的朝贡不可断绝 但凡有战事 他们依然会处在大总管的管辖之下 长孙小声的说道 除王爵 纵人府那一关也不好过 御碟上的文字 不允许篡改大 想要做大事 就必须拿出大气魄来 不知道原祥有没有这个胆子 如果他同意了 九州之外的土地 任他挑戒 我会将他的母亲送到他那里 由他自己供养 就算是为了这一条 估计原祥也会豁出去的 怎么 您希望将所有的王爷送到穷山批阳里去 长孙疑惑的问李二 宗氏自古以来就是大麻烦 他们能够想到自己开疆拓土 也不辜负身上的李氏血脉 我们在走前人从未走过的路 所以任何事情 朕都想看看他最后能发展成什么样子 然后再找一条能走的道路 慢慢走 谢谢大家